你好,你好,太好了,就是这样的,我有几个问题,我总集合起来问一下卢太长的书。 好,你说吧。 嗯,就是昨天吧,有一个同修啊,他说他看了那个白化佛法那本书啊,卢太长的书啊,他说看到有一段文字上面是说,卢太长说,一个星期之内念四八遍理佛大忏悔文就好像是,就等于像小房子一样的作用了,就可以消业当。 嗯,然后呢,他就利用这个方法,他一连念了两次,每次都是各念,尤其是各念四八遍理佛大忏悔文,然后呢,他就是,嗯,念完之后呢,都梦到有两次都是,好像是自己有产的孩子吧,嗯,在梦中就是很高兴,很喜悦的样子,然后就好像是超度走了,那种感觉。 嗯,然后他觉得,诶,念四八遍理佛大忏悔文也有超度的作用啊。 嗯,不一样的,这个是可能是过去啊,过去的跟现在稍微有点不一样,现在呢,现在呢,还是要念小房子,过去呢,最早的开始的时候呢,如果你这个念这样很小,这个孩子呢,比方说已经,已经到了下面了,准备投胎了,或者怎么样了,那么这个可以,没有关系。 但是像,如果你现在,马上,马上正好是,比方说,你没有,嗯,没有念这种小房子的话,啊,就是单单念礼佛大忏悔文的话,他不一定能抄走的。 哦。 啊,礼佛大忏悔文呢,等于跟菩萨忏悔,啊,就是跟所有的人都忏悔,说我做错了,那么有些做错的呢,你给人家打一个招呼呢,人家就放你过去了。 但是有些呢,要赔赏的,你明白我意思吗? 哦,哦,不一定是超度走了。 对,对,对,你听得懂吗? 就是说,有些是赔赏的,有些是不要赔赏的。 哦。 比方说,举个简单的例子,你今天,做了,闯了一件货了,对不对? 嗯。 你今天闯了一个货了,闯了货之后呢,有的人人家不要赔赏,哎呀,真的对不起,我实在对不起你了,哎呀,我以后真的,真的当心一点了,人家一看啊,没什么,算了,算了。 但有的东西呢,你要赔赏的,哦,赔赏的话就要小房子了,你听得懂吗? 对,对,对,他以为,哎,那小房子不念,我念礼佛大餐文就可以超度了。 哦,没那个事情,没那个事情了,嗯,嗯。 哦,对,对,我也觉得很奇怪,小房子绝对不可以少的,对不对? 哎,不可以少的,小房子不行的,那个是可能是最早的时候,那个记录的一些东西。 跟现在,因为,因为台长的这个,这个法门最高级的就是,观世音符上不断的在给,给台长新的信息。 对,对,对,所以这个是,所以,所以这个法门就是过去就是没有的了,嗯,你们想想看过去哪有,过去哪有自己可以在家里把自己的人给抄走啊,把自己打财的孩子抄走啊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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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哎,如果早点知道的话嘛,就好了,就像过去没有,没有计算机一样的,对不对啊? 对啊,啊,你现在才有计算机的嘛,你过去哪有X光啊,你过去哪有飞机啊,那不是马车吗,对不对啊? 对,对,对。 哎,照样可以走啊,但是问题,现在,现在这个时间到了,它才会有这些好的东西出来的嘛,嗯。 对,对,以前是没有这个,对不对?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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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我们很多东西,他们就是到寺院里去超度亡人了,嗯,对啊,对啊。 那实际上呢,到后来,根据自己的感受吧,都是根本就没有超度成功,嗯,几乎都是利用小房子啊,个个都有好的感应。 对,因为小房,因为这个,这个法门,因为它也是,因为必须到了末法时期,就是说天灾人活越来越多了,菩萨看见,这人真的是越来越可怜了,所以呢,到了末法时期,它才会下来的,就是着急的时候, 那比方说,它才会赶紧救人,赶紧救人,它还会有很多的方法出来的,你明白我意思吗? 过去嘛,当然希望大家呢,能够进庙啦,能够修心啦,能够念经啦,现在因为天使不等人了,再用这种方法,你想想看,有几个人到庙里去坐和尚的啊? 对。 那坐和尚是好啊,坐尼古当然是六根清静了啊,能够放下自己了,问题有几个人肯去的啊,你告诉我啊? 是啊,嗯。 现在世俗 没办法,对不对? 对对对 嗯,好 感谢观看